無論特朗普 拜登上台 他都會設法制約中國 不讓中國崛起 台灣牌 南海牌 西藏牌 新疆牌 打完一張又一張 香港當然是其中一張王牌 美國要制約中國 就要給中國麻煩 要分別中國 他們跟你死過都改變不了現實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第二部份的C對話 今集由C老闆出現 我自己心在澳門 在酒店和他zoom C老闆歡迎你 你好 你好 第一部份你提到香港的問題 第二部份我想說說美國 因為美國大選似乎應該拜登贏 不過到目前為止 我們錄影的時間是星期五 川普沒有認輸 我知道上次訪問你的時候 你說可能是川普贏 現在你覺得機會是否沒那麼大呢 而且如果拜登贏的話 究竟是對中美關係有什麼影響 我剛才看到新聞 跟Pail說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 我沒有看資訊 我想看看你解釋中美關係未來的走勢 謝謝 美國的大選呢 嚴格來說呢 其實都未進入選總統的階段 那麼之前11月3日做的選舉是選什麼呢 其實選各州的州代表而已 美國是一個合眾國 美國的總統是由各個州的代表去選出來的 那麼這些州的州代表呢 他們就叫選舉人 那麼有多少選舉人可以去到那個選舉人團去選總統呢 如果特朗普就要看之前那個 popular vote 那個誰贏出了 其實在每一個州都有一群選舉人的 特朗普後面揹著一群選舉人 拜登又後面揹著一群選舉人 如果特朗普在那個州勝出呢 特朗普揹著那群選舉人呢 就會在12月14日有資格去選總統 所以根本未開始選總統 現在才決定了選舉人團由什麼人組成而已 所以這麼早其實是不應該宣佈自己當選的 人們還沒投票 怎麼會當選呢 當然啦 拜登說 我的支持者 我背後那群選舉人 入到那個選舉人團的比例多於特朗普 超過一半以上 我當然有多些機會勝出啦 問題是未投票嘛 未投票 你不知道有什麼結果的嘛 當然很多州呢 其實都有立法要求那些選舉人呢 就按照他的州那個民意來投票 但是呢 美國是間選 不是直選 之所以要等12月14日投票 並不是將11月3日投票 就當結果呢 就是要給這批 相對政治上成熟的人有機會 去選擇做總統 美國的開國的元婚呢 其實他們有的擔憂就是 比普通人選總統很容易 群眾很容易被一些政治野生家去操縱的嘛 所以他就不讓一般人立即選總統就要間選的 那這批人呢 其實是 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意願去投票的 只要不讓他 違背州的民意呢 是州的地方法例才這樣做的 是各國政黨要求自己的選舉人 要忠於州的人民投票的選擇 但是 這些這樣的要求呢 都是地方政府的要求 根據美國憲法呢 他們是按照自己的意願投票是有效的 那麼 最多我不按照那個 普通人選票去投票呢 有些都是罰款1000而已嘛 或者以後不讓我再做這些選舉人 那麼 其實就 特朗普還有變數的 那麼 我不是說特朗普真的可以借這個變數翻天 但是呢 現在事實真的還沒選嘛 我認識很多美國朋友 是特朗普的支持者那些 這一刻呢 他們都說 我得到的消息 他說C3 你就以為 拜登贏了啦 我們 在美國不是這樣看的 其實 如果數真點票 應該是特朗普贏的 所以如果你說 特朗普輸 這些特朗普的粉絲 跟你死過的 所以問題就未解決 不過 我認為 他們跟你死過都改變不了 現實的了 我也是認為 拜登 最後做總統的機會是多過特朗普的 那麼 拜登做了總統 跟中國關係會怎樣呢 我在 上一節都說過的了 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已經是 有很大的轉變 他們覺得 初初中國改革開放的時候 他還 希望中國 會慢慢和平演變 他初初 讓中國和世界接觸一下 給他一些資金 去發展 又提供技術 市場 去給他發展 他就會慢慢 走美國那條路 但是他現在發覺 不行 那麼他現在就覺得 不如 跟你撤斷關係 孤立你 限制你 不讓你發展 可能對西方更好 他覺得中國是一個意識形態上 跟他完全不同的國家 給中國崛起 是會影響 整個西方文明的生存空間的 所以他一定是 禁止他的 那麼這個 認識不止美國本土有 連 歐洲很多國家都有 所以 無論特朗普 拜登上台 他都是 會 切法制約中國 不讓中國崛起的 你剛才說 那個 龐 美國國務卿 龐被 控制 他就 說 台灣不是中國領土 這個 可以預期的 因為 美國要制約中國 就要 給中國麻煩 要分裂中國 他將來不止說台灣不是中國領土 他可能說 香港不是中國領土 新疆不是中國領土 西藏都不是 中國領土 讓他找到一兩個支持者 他可能說中國某某 地方都不是中國領土 瓜分中國才削弱中國的力量 所以 不是什麼出奇的事 台灣牌 南海牌 西藏牌 新疆牌 打完一張又一張 香港 香港當然是其中一張黃牌 所以 中國不會對 拜登有太多的幻想 但是 這個是基本立場沒有幻想 但是 拜登在實際做法 是會跟特朗普不同的 是會跟特朗普不同的 拜登靠什麼上位 就是靠我不是特朗普而已 拜登沒有什麼路線 但是其次太鮮明的 他只不過 說特朗普做的那些 他以後不做 這個意思而已 就是 我自己相信 譬如 即使是特朗普 以前在中美的貿易 就是 鬥爭的時候 特朗普之所以這麼硬 都是一種政治姿態 但是他覺得這樣做 對他 去選 連任有幫助 他才這樣做 但是 實際上他做的一些貿易政策 是有 不要說 反效果 起碼有很多後遺症 是 對美國 沒有帶來太多好處的 譬如他搞了那麼多關稅 美國的工作機會是不是多了呢 我發覺又不是 因為美國的貿易 一樣有赤字 就是說 那些他不買的中國產品 不是說 去了美國自己生產 而是去了 買墨西哥 印尼 越南 那些產品 那為什麼以前不買這些產品呢 就是因為中國產品 又便宜過他 又比他好 那你搞了一些關稅之後 美國人民買東西 貴了 買東西又差了 那麼 美國沒有好處的 所以我相信 拜登上台之後 即使是關稅 他都要 收了中國這些關稅 中國這些產品賣不出之後 美國自己可以生產 那就值得做 如果不是呢 做來對美國沒有好處的 所以我認為他的 譬如關稅政策 是會有一定的轉變 譬如 限制 中共的科技發展 那有些產品 那有些產品 不賣給中國 原來中國在其他地方都買到的 或者中國將來自己都生產到的 只不過生產成本貴一點而已 那他 這些政策對美國沒有好處的 一個技術 可能中國遲早 沒有掌握 另一個就是 美國很多 自己生產出來的產品沒有了中國這個最大的買家 其實對美國經濟影響很大的 在金融方面 美國現在進行QE 美元的購買力正是受到質疑的時候 你說拿著美元也買不到中國東西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 出口商 買不到中國東西的 貨幣 價值都少了很多 所以 美國 做哪些東西是 可以傷害中國 而不傷害自己的 拜登可能會繼續做 自己都受到很大傷害的 就要想過了 因為 中美那個 較量 不可能是速決戰 即是 是一場持久戰 有排都未打完 有排都未打完你就不可以做一些事情 原來自己長期都會受傷 所以我認為 有一些特朗普的政策 以前是 為了政治姿態 提醒美國人 美國對中國態度已經改變 但是政治姿態做完之後 就會說 經濟實力的了 所以我認為 拜登上台之後 在一些具體的做法上 是會令到中國 有多些 透氣的空間 對中國應該是有利的 另一方面 我相信 拜登的防疫政策 會比 特朗普 更加科學化 適當的時候 他可能會 封城 會要求普通人 也要戴口罩 會要人與人之間有一個社交距離 這些措施出了之後 美國疫情 應該會好轉 好轉 就經濟活動可以恢復 所以整體來說 對這個世界 是有利的 這個也是 拜登 有機會贏 的消息一出來 股市 基本上是升了的 反映 金融市場對這件事 仍然是正面的 我相信 這種情況 都會持續一個時期 好今天很感謝 是施對話的施老闆 其實我還有好幾個問題想問他 不過我知道他趕著開會 所以呢 在這裡多謝他先 我們下一集再說 多謝施老闆